大家好,我是阿琪 最近泰國發生了一宗 和2020年郎重鋪相似的案件 在2024年6月14日 我於四色谷府 有一位3歲,名字叫Alice的女孩 她父母在早上8點 遇上送她回幼兒院 但就在下午約1點的時間 幼兒院的老師通知Alice的父母 說Alice被發現在 距離幼兒院800米一處的池塘 余的身亡 究竟發生什麼事? 警方立即展開調查 知道幼兒院裡有三位老師 分別是 和一位負責清潔煮飯的姐姐 而當時在幼兒院裡 分別有2至5歲 一共20位小孩 根據三位老師的口供 他們在11點的時間 開始為小孩吃中午飯 吃完飯後 就先給小孩在幼兒院外面的範圍 嘻嘻 夜中52點的時間 就叫他們進入幼兒院裡睡覺 在這個時候 三位老師才發現Alice不見了 其中兩位老師立即出去找 最後在距離有幼兒院800米一處的池塘 發現Alice已經身亡 老師他們認為Alice可能貪玩 自己一個走出去池塘那邊玩水 而導致悲劇發生 但對於這個說法 Alice的父母 又或者附近的村民都表示不認同 認為一定是有其他人導致Alice的死 他們分別提出多個疑點 第一 由幼兒院去到距離800米的池塘 路途可以說是非常崎嶇 他們不相信一個3歲的小孩 是可以自己走過去的 首先是幼兒院外圍 有一米高的鐵絲網 而其中必經之路 就是這一條高1.5米 設計非常簡陋的木樓梯 可以見到樓梯木板間距非常之闊 就算是大人去走 都可能會不小心擦錯腳 而知怕來還要經過 木橋、斜坡、泥田等等 才可以去到池塘的這個位置 記者找來幾位3歲的小孩來進行測試 看看可否靠自己 就由幼兒院走到池塘 結果在木樓梯的位置 就已經失敗 他們都不敢自己一個人下樓梯 要在大人的幫助之下才能下樓梯 而在事件發生當日 在池塘邊更加發現到 Alice 穿著過的褲和尿片 但奇怪在於 在旁邊還有一對 不是屬於Alice 的鞋 這對鞋是屬於幼兒院的另一位小孩 Alice 平時上學的時候 是穿著這對黑色拖鞋 那為什麼這對粉紅色的波鞋 會在池塘邊呢 難道是Alice 自己穿著這對鞋 再走到這個地方 但知識一看 這對粉紅色波鞋上面 補任何污泥的痕跡非常乾淨 令Alice 的父母不敢認為 是否有人抱著她來到這個地方呢 雖然Alice 父母認為自己 女兒的死並不尋常 但驗屍結果卻顯示 死亡的原因是因為 水準入肺部窒息而死 肺部沒有發現污泥 而在未來仍有 在幼兒院吃完美消化的食物 而重點是 在Alice 私身上 發現不到有任何傷痕 是否表示她的死只是意外呢 Alice 的父母決定把女兒私身 送到其他醫院再度驗屍 希望能夠在當中找到更多的線索 三位幼兒院的老師 去到Alice 的家 為索罰導致Alice 的死表示自怯 但Alice 的家人並不接受 認為這三個人肯定是說謊 覺得他們的口供有非常多矛盾之處 當中包括 為何Alice 會穿上其他小孩的鞋 而在鞋上沒有任何污泥 而在滿佈污泥的池塘裏面 在Alice 的肺部 卻發現不到任何污泥 村民們又或者Alice 的父母懷疑 會不會在幼兒院的時間 Alice 已經身亡 然後有人將她丟進池塘裏面 也在幼兒院裏面 能夠導致Alice 窄息身亡 最大可能的就是裏面的廁所 但幼兒院現在被關閉封鎖 記者都無法進去裏面 將廁所的結構拍得更清楚 而加上幼兒院的監控都壞了 所以無法知道 究竟Alice 是自己一個走出幼兒院 還是有人帶走她 警方暫時無法肯定 究竟Alice 的死是意外 還是謀殺 要再繼續進行調查 會不會好像朗聰鎖案件一樣 一查就要查好幾年呢 還是對於Alice 的死因 最終只能成為一個謎呢 大家記得讚好和訂閱我 旗在泰國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收視頻下集再見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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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